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兽大阵 刚才什么声音啊 那是围墙国王的叫声 国王的叫声 是啊 你看他飞下来了 那这鸟就是国王吗 就是啊 他的名字叫做焦燎哦 还是叫他围墙国王比较故意 没错 我的确就是国王 无礼 门没关 你起来一下嘛 难道我今天睡得特别舒服 今天怪你去陪熊大将军散步好不好 陪熊大将军散步的事 受威蕾会议上已经决定是你的事了不是吗 偶尔代替我一下可以吧 我现在真的觉得很头痛啊 你怎么了吗 熊大将军他的确是力大无穷 但是太缺乏常识了 这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 每次我陪他一起去散步 他一定问我问题 上一次他就这样问我 奇怪 这是什么 吃香菇啊 你们有看过香菇吗 真的吗 是啊 这个东西可以吃嘛 不知道耶 我们野狼是不吃香菇的 可是应该可以吃吧 有的香菇也会有毒 这个呢 不知道 好像很好吃 好想吃吃看呢 我劝你还是不要吃的比较好 你不要走 你吃吃看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野狼是不吃香菇的 可是吃一点应该没有关系吧 如果确定没有毒的话 那我再来吃啊 怎么这样 快 快点吃啊 这生不了 你说什么 怎么样啊 满吃好吃 真的那么好吃啊 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说好吃是真的好吃了 那当然也就没有毒咯 不 事实上 我吃的好饱啊 好满足啊 找个地方睡午觉吧 这样也好 怎么了 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 有什么好笑的 我没有在笑啊 你明明就在笑嘛 我并不是因为觉得好笑才笑的 是嘴巴自己笑出来的 野狼 可狗 你振作一点 哈哈哈 弄香菇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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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笨蛋 哈哈哈哈 原来你们吃了笑菇啊 都是熊达将军叫我吃 害我变得惨戏戏的 然后呢 現在笑的毛病已經治好了嗎 沒有 明明不好笑 卻要不停的笑真的很動苦 怎麼樣 又來了 有時候 動不動 又會煩躲了 那還真辛苦 總而言之這段時間就像是饒了我 別怕我去陪雄散步吧 好不好 拜託你代替我去 我也沒有興趣啊 不然至少今天一天好嗎 因為你很聰明 一定可以瞧瞧一副熊大將軍的要求嘛 野狼那個傢伙明明跟我說他們不吃香菇什麼的 結果呢 竟然吃的比我還多啊 那個傢伙平常就蠻陰險的 嘴頭這麼倒楣 聽你這麼說 大家都說你們狐狸是非常聰明的 真是不好意思啊 而且聽說你們的知識非常豐富啊 哪裡 我沒有那麼了不起 我沒有那麼了不起啦 野狼那個傢伙好像沒什麼常識啊 這樣嗎 有那麼美妙的聲音在叫的 那是什麼鳥啊 那個聲音是驕傲 那是鳥中之王的聲音啊 因為他是國王 所以不能讓他看到我們太無禮 那裡 那隻小小的鳥就是國王嘛 人類也是這麼稱呼他的 那麼我一定要去這個國王所居住的王宮參觀一下才行啊 可是那個王宮在哪裡呢 就連你這個萬事通都不知道啊 我有辦法可以查出來 既然這樣就帶我去啊 好 請您先稍等一下 因為鳥候一定很快就會飛回來的 到時候啊 就可以知道王宮在哪裡了啊 好 那我等 看樣子啊 王宮坐在那棵樹的樹底下 嗯 請您稍等一下嘛 來會兒鳥候跟鳥王會再飛走的 到時候再去看比較好嘛 可是我好想早一點看看他們的王宮嘛 忍一忍忍一忍 好 好了可以了 我們走吧 嗯 不王陛下怎麼不抓大隻一點的重回來嘛 真是的 就是說 希望我可以早點學會飛 好像有什麼人在看我們呢 啊什麼 這裡就是那位鳥國王的王宮啊 這個王宮也未免太寒酸了吧 嗯 你是什麼人呢 我是這個僧侶的大將軍熊大爺 你們幾個小鬼就是大家口中所說的王子殿下是不是啊 不過你們哪有王子的尊貴 簡直就是沒有氣質又有點髒兮兮的小鬼頭嘛 你剛才說什麼熊公 你敢侮辱我們我們不會饒你的 啊 要是讓我父王陛下聽到的話 絕對不會白白放過你 不要去告訴父王陛下 你的命已經活不長了 熊公 嗯 嗯 什麼啊 真是一群口屎淋漓的小鬼啊 我們快點走吧 如果鳥王他們回來的話 事情會變得很麻煩的 你這個大傻瓜 大飯桶 可惡 對呀滾回去 可惡走開 受不了 好了我們回去吧 說的也是 王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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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三個怎麼了 你們的肚子不餓了嗎 不是啦 有一隻熊跑來嘲笑我們 如果你不處罰牠的話 我就不吃 我們這種妙 真的是身份很高的鳥吧 王陛下 當然是啦 既然這樣那隻熊 絕對不能原諒牠 絕對不能原諒牠 好 我知道了 我一定會去找那隻熊的 我會跟牠說 叫牠以後不要再來侮辱我們 熊 你在嗎 熊 起來 熊 起來 我問你 你是不是對本王的王族 說出了一些不敬的話呢 我只是把我的感覺老實地說出來而已 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 深深地傷害了那些孩子們的心啊 嗯 你是說那些一點都不可愛的小鬼是嗎 嗯 你現在又再一次地嚴重侮辱我們 好 我決定發動戰爭來解決 要發動戰爭 別笑死人了 別忘了我說過的話 我會將在空中飛的生物 全部都聚集起來 嗯 那麼我也會把地上跑的動物 野獸全部都叫過來 我對你正式宣戰 嗯 我接受宣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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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好喝 真是糟糕啊 這下子把事情鬧到了 戰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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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跟誰戰爭呢 乌鴨 真是另一個動物啊 國王陛下 所有的鳥類幾乎都已經到齊了 我明明說在天空飛的全部都找來的 當然啦 蒼蠅 蚊子 滅蜂 偷偷都來了 是嗎 敵方也一定召集了大軍 大概吧 看樣子 那隻熊應該是戰前總指揮 打好司令吧 不知道欸 那個傢伙雖然力氣很大 可是大家都知道他腦袋空空的 那麼 你覺得會是誰做戰前總指揮呢 會不會是野狼呢 我想 不同的人當總指揮 戰爭的方法就會不一樣 我看這樣好了 我們派一個人偷偷地潛入敵軍聚集的地方 一定要先刺探一下軍情 這樣才比較妥當啊 你有適當的人選嗎 為了避免被敵人給發現 體型越小得越好 對了 你剛才說蚊子也叫來了嗎 是 這種時候派蚊子去當間諜最好了 大家都聚集到這兒來了 我真的是太高興了 然後呢 接下來要怎麼辦 就打仗啊 這還用說嗎 要怎麼打 要怎麼打 我也不知道啊 真傷腦筋 總而言之呢 他們會先飛過來吧 可是 可是那些傢伙是會飛的 他們飛在高高的空中 對我來說根本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麼說要你訂作戰計劃了 那是當然的 那就你來你吧 作戰計劃 我不行啦 我從來沒有 你這叫什麼啊 難道你忘記了嗎 就是賞一賽 這毒香毒的中毒 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好呢 是嗎 狐狸 我現在命令你當作戰將軍 你負責指揮作戰吧 什麼 我 沒錯 你的頭腦知識豐富 除了你之外 找不到更適合的人選了 怎麼樣啊 既然沒有別的人選 要我接受的話也是可以了 是嗎 那就決定了啊 如果要痛載那隻囂張的鳥 該怎麼做才好呢 這個嗎 我也不知道啊 你真不可靠啊 那是當然啦 畢竟我以前從來就沒有做過戰前總指揮嘛 應該是對方會攻打過來對不對啊 所以準備戰爭的戰場應該就在那邊咯 哦 這樣的話很簡單嘛 正面迎擊就好了 嗯 好 隨時攻打過來吧 臭鳥麥 好 這樣的話我先跟大家打聲招呼吧 各位戰友 好 我接下這一次戰爭的戰前總指揮一職 我想敵人應該很快就會攻打過來了 因為對方的體型比我們小很多 又沒有什麼力氣 所以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但是鳥類牠們只能各自分散孤軍奮戰 所以要獲得勝利是很困難的 狐狸將軍晚點 安靜晚點 安靜晚點 請你們先看一下這裡各位 我是不是擁有一條很雄偽的長尾巴 非常的醒目吧 當我拔我的尾巴 像這樣 直直地往上豎起來的時候 就表示繼續戰爭朝著敵人不斷地攻擊 然後萬一我的尾巴到現在這樣垂下來的話 各位 到那個時候就要撤退了 大家就各自逃命吧 知道了嗎 知道了 知道了 太成功太成功了 我真是當間諜的天才 快走吧 我得把剛才的時報告國王才行 那些討人驗的獸類動物 熊的同夥們 都已經聚集在廣場了 我們現在 立刻就出發去攻擊在地上跑的獸類吧 由於我們是從空中攻擊 所以非常有力 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各位 進攻吧 好 好 那些鳥來了嗎 兄弟們 請便大意 不要害怕 加油啊 上啊 上啊 可惡 我生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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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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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就是這樣 你們在幹嘛 加油啊 兄弟 上啊 啊 各位加油 凤载敌人啊 你去把虎头锋叫过来 罪名 加油 各位弟兄 只差一点点 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虎头锋来了 光陛下 好 虎头锋 我现在教给你一下特别的任务 是的 好 各位加油 敌人一定越来越疲倦了 兄弟们 不再努力的加把劲 加油啊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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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这么会忍耐啊 再来一针 上里就在眼前了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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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家伙真的很会忍呢 好 再次一针 当里的狗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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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收了 我了 痛死我了 我们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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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兄弟们 我的一帮并不是 不是的 怎么会这样啊 我们还是决定不吃饭了 为什么 父王已经教训过那只熊了 不行了 他上次居然还骂身份很高的我们 说我们三个是当世纪的小鬼 把那只臭熊叫来这里 让他跟我们道歉 还要让他叫我一声公主 要不然我不吃东西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去就是了 好 真是可怜哪 熊的力气虽然非常大 可是没有头脑 这样才要被那些小鬼瞧不起 我真的觉得很抱歉 王子殿下 这里还有一位公主啊 我向您道歉公主殿下 你看 围墙的国王在唱歌里面 就是啊 真是幸福的鸟啊 多吃一点啊 要赶快长大哦 好